大家好 我是KateLa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買入的韓國產品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提問下去 還有我最近也申選了Buy Me A Coffee 如果大家也很有心想支持一下我的創作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支持一下 首先因為這一輪自己很喜歡看韓國生活的Vlog 所以我自己也很留意韓國的廚具 所以我簽了一些廚房用品 我這次在Gmarket購入了Neoflame系列的尖筆 首先有這個小尺寸專用來尖筆的小筆 我自己為什麼會看中了它呢 因為它這個設計真的超級無敵 你看到它這個奶白色 是不是叫奶白色 或者是灰白色 然後再加這個橫色的鍋面 加上它有這個很有質感的木柄 看上去都是非常韓式簡約風的 它就很適合拿來煮早餐 小小東西就不用洗太大 那我看到這個Pan之後 就馬上深深硬了 那這個Pan就好像80-200元左右 那我也不知道它算便宜還是算貴 有一樣東西是一定要說的 那我自己覺得它的木柄位 就不算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它感覺到它有一點可以移動的感覺 會搖著搖著不夠實 而且也會有一點擔心 它之後這些位置進了水會發霧 這個Pan我現在都用得很密閒 幾乎早上有時候想吃早餐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個Pan 那我覺得這個鍋因為它淺色面 所以如果燒焦了東西 都真的蠻明顯的 如果燒焦了的話 又要用這個海綿慢慢去塗 那就是比較需要耐性的 那如果你是覺得 我不喜歡這樣慢慢去塗 那可能這個顏色或者這個款 都未必適合你 對,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的顏值真的是... 那所以如果大家和我一樣 都很喜歡韓式風格的一些廚具的話 都不妨考慮一下這個Neofame 那除了剛剛的尺寸之外 我自己也買多了一個大的 都是同一個牌子和同一個系列的 這個就是這個24cm的Fried Pan 它是配色和質地 都跟剛才那個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尺寸有一點不同的 那這個我自己就沒拆開來用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個Pan呢 就是因為我自己家裡用的那個 那個塗層其實已經損壞了 那所以我就打算買過來太暈了 那其實我相信 就是... 用起來的感覺都不會差很遠 可能我不好看前面的造工不太好 這個大煲的木柄似乎做得比較好 它這個位置好像比較實淨 你不會感覺到它壓下壓下 那雖然我還沒開來用 但是看著呢 心情就已經很好了 好 接著來到第三樣就是一個杯 就是這個Burket Table的一個玻璃杯 為什麼會買一個玻璃杯呢 突然間就是... 剛才說到啦 我最近很喜歡看一些韓國生活的Vlog 還有我自己也很喜歡看Cynthia的Vlog 那我就經常看到它的Vlog 都會有一些很漂亮的杯 那我看到其中一個 我也是覺得超級無敵 爆漂亮的 所以我經過這個大半年的思考 就帶了他們回家 那就是這個 不知道看不看到 或者我把照片放在這裡 那它是有少少韓文字加韓字的一個組合來的 那字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 不知道 但是不知為什麼看上去就很有Feel 感覺就很適合拿來沖Latte 或者沖沙達水喝 真的很漂亮啊 真的... 對啦 但是呢 因為這個杯其實都不算很便宜 所以... 其實我又沒有去到 非常推介大家買 那看看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歡這個款 才去扣入也未遲 那它質地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薄的玻璃杯 所以認真說 其實CP值不高 對啦 純粹是漂亮 對啦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的話 就... 考慮買它回來啦 那來到最後的...一樣啦 那就是... 我買的一個手機殼啦 那就是這個... 對啦 那有底子你會看得清楚一點的 那就是一個透明的手機殼 看見有些小狗的圖案啦 那就是這個... 對啦 那有底子你會看得清楚一點的 那就是... 那就是... 買了這個非常可愛的... 狗狗手機殼啦 那我買的時候是在做Promo的 那就是買手機殼啦 就是... 有這個... Grip Top 是不是叫Grip Top 我也不知道 就是這個... 又是非常可愛的狗狗圖案啦 那就是... 給你貼在這個手機殼的後面 做一個支架的 買回來你就可以貼在你的殼裡用 可能貼在你本身自己用的透明殼裡也可以的 所以如果用韓國... 這些文創的... 牌子來講呢 我覺得百零元的價錢是可以接受的 對啦 那所以就買它回來啦 好啦 那這個非常之短的開箱片呢 就來到這裡啦 對啦 其實呢 本身呢 真的想做到一些關於韓國娛樂的影片的 那但是... 奈何呢 這段真的比較忙啦 還有那些內容呢 都真的比較需要時間去創作啦 那就... 所以這段呢 就比較少update啦 那但是... 希望今天這條片大家都看得開心啦 那如果喜歡這條片呢 記得給個like我啦 FollowIJ還有Facebook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開啟鐘仔 我們下條片再見 Bjong A到這邊 坐住 我們現在可以... A到這邊